美麗造西裝今時今日已經不再流行 因為價錢及方便程度 不少上班族即使天天穿西裝 都寧願買大品牌的誠意 天才行的設計師YALI 讀Fashion出身 對這種潮流不以為然 他們對對身對西裝的結構 他們全都沒有這種認識 他們是需要穿西裝的 但他們就是穿西裝款的衣服 這樣便算了 很多以往的基本要求 例如領位要貼服 不可以有虛位 現在就已經很少人注意了 但他們在做的事 就是確實令到一件衣服 如何配合到一個人身上 而不是要你 擠進一個42、44、46的碼 店內的張師傅 從事裁縫四十多年 由量身到造衣服一手包辦 他們真的看你原來是寒貝的 原來你是右邊肩膀低的 原來你是有肚腩的 他們真的想要怎樣用一個 很個人的方法 令到那件衣服穿上去 你的人是會漂亮一點的 其實訂造 更不單是衣服那麼簡單 而是夠物模式的改變 Taylor 和 Retail Store 最大的分別 為何你要去選擇Taylor 不是說你那一次 你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 而是你真的會建立一個聯繫 跟一個團隊 他就會從時間到時間 幫你整衣服 是一個雙向的互動的關係 而不是你跟著 大brand的campaign 每一個季的買衣服 這裡是說Quality 說Averlasting 和說那件衣服要同一個人去成長 我覺得這才是時裝的意義